就要過年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傳播 比起往年有更多民眾需要關懷 五年級同學會表示 疫情的影響之下 很多弱勢家庭雪上加霜 經濟更加吃緊 為了讓他們安心過好年 聯合的地方團體 發起寒冬送暖活動 也感謝分局這邊的協助 那這些分局長來責請我們基層同仁 去訪查各下去裡面 確實有需要幫助的民眾 再提供名單上來 讓分局由我們這邊來辦這個活動 寒冬當中年節前送關懷 更能讓弱勢家戶感受到 滿滿的溫暖心意 五年級同學會結合永和分局 和派出所提供關懷救助金 參加了單位 並包括了四位新北市議員 及樂華觀光夜市 以及中家新時波有線電視公司等等 聚集各界的力量 為永和的弱勢家庭帶來實質幫助 讓一些我們各派出所爆出來的一些低收入的名單 讓這些名單裡面的一些民眾都能夠得到一些溫暖 我們也希望有這麼小的一個愛心的舉動 能夠讓這個社會更加享和更加溫暖 顧問團配合五年級同學會還有幾個社團 共同做這個愛心活動 希望能透過這個年終歲末 讓大家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多一點小小的溫暖 五年級同學會表示透過寒冬送暖活動 並期望帶動更多愛心投入社會各個需要幫助的角落 避免遺憾的情況發生 也給身處困境的民眾更能夠有信心繼續的往前走 改變自身情況 記者林立如 詹亦勋 新北報道